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当今时政派国学名家 丹道师也是中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张卜生教授和我们进行专访 中国教育部战略研究排育基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卜生先生发现了人类文化的DNA 以及华夏古文化全息智慧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 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 揭示了全老科学开发的秘密 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 张卜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 成功地将中华古文化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 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 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 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 在高度上 广度上 深度上再造人生 揭秘了神秘文化 将宗教文化理性化 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 苦为金用 难门可贵的是 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与企业经营管理 人生管理进行了体质余生的实践 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 将一个原本产值是零的企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使其产值达到七千多万元人民币的水平 职员从四个人发展到四百多人的规模 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 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 张教授你好 你好 张教授我们发现您在倡导中华真智慧的时候 特别强调修炼 为什么修炼那么重要呢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的好 那么就是说 你要想知道这个修炼为什么重要 你要首先知道什么是修炼 那这个实际上修炼呢 是这个古代啊 我们传统教育中的一个核心的教育部分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经典中 这个大学特别强调 自天子一致于俗民 一世以修身为本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无论你是一个国王 天子就是国王嘛 那么还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实际上你整个人生的核心 就是根本就是为了修身 是一世 一世就是没有例外 英语叫做all 那么就是整个的你所有的人 都要以修身为本 所以你的工作岗位可以是不同的 你的身份可以是不同的 但是你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修身 那么修身它里面含了什么东西 所以是修就是修改 那身这个部分 除了有我们的身体这个结构之外 那么还有心灵这个部分的东西 所以是光是修改还不行 所以是那么古代提到的是修加炼 这个炼是在活字边 叫修炼 那修是什么 修叫修改 所以是通常我们叫修行 炼是什么 炼就是要用火去烧炼 那么比方说黄金 黄金 在黄金这个在矿石中 在黄金矿中 你如果不用火去烧炼 那么它就混在这个矿石里面 是里面有黄金 但是不能够变成纯金 所以非得要用火去烧炼 烧炼以后呢 这个把里面的金提出来 把垃圾清掉 那么实际上我们人体这个身体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部机器 那这部机器呢 它给我们干什么用的 那么很简单 就是给我们进行用这个机器 对人体的这个精华物质进行体炼 那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吃饭 那你吃的大米 吃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要用脑 你要用脑的时候 是不是你吃的大米 然后跑到脑袋去了呢 所以这个肯定是笑话 大家都知道 所以是那么你吃的大米 你饿了 你的体力不支 所以脑力也不支 你要吃东西 那你吃东西了之后 是转化的能量 所以是怎么转化呢 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 通过五脏六腑的这个加工 或者叫体炼 五脏六腑就是一部机器 是个机器系统 它不可以说是单一的 我只有脾胃就行 我只有心脏就行 不是 它是一个系统 体炼系统 那最后经过这个体炼系统 那么最后把它转化成一种 高级的能量 那这种能量提供给你的大脑 然后你就产生 敏锐的这个思考力 所以是在炼这个方面 首先是要加强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 就是使这个五脏六腑的 这五部机器呢 都保持在正常运转 或者是超级的 超高级的运转水平 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面 那么就是说别人提炼的时候 提炼不出什么好东西 但是你提炼的时候 你可以搭包 就是双倍的 甚至是多倍的提炼出能量来 吃同样的东西 可以提炼出更高级的东西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炼 就不要把它搞得好像 你们看神话小说看太多了 然后这个金融大侠的小说 十分精彩 那么什么这个炼功 都是怎么怎么样的炼的 实际上回归到内在的 无论是炼动功还是炼进功 那么实际上一个关键就是 如何提升自己五脏六腑 那么还有甚至到细胞 细胞核里面去提升 这些机体的功能 身体的功能 那么这个使它能够更多 更好的提炼出我们的心灵 还有精神领域 还有我们的身体活动领域 所需要的能量 我们经常提到说 这个人的能力 思维能力很强 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 这个人的体力很强 体能很强 那么实际上这个能力 就是能量转环成的力 这从科学角度来讲 所以你一旦能够 在同样的饮食条件下 同样的呼吸条件下 能够提炼通过自己的五部机器 通过体内的细胞 细胞核 那么吸收宇宙自然的能量 吸收五股能量 那么最后提炼出 更高级的量级的 更高量级的能量 那你一旦能量足了 你展现出各种各方面的能力 就十分的殊胜 就是超人 所以是那么我刚才强调 就是说真智慧一定要 你要真正有智慧 就是说你要有一种智慧力 你的思维是最上层的 这思维能力是最强 分辨能力是最强的 灵感能力是最强的 学习能力是最强的 那么你才有真智慧 那这些能力都是能量支撑的 你没有高量级的能量 怎么去开发出真智慧 所以离开一个电子 是不可能 那么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修我们叫修改 那么修改 从修改这个意义上来讲 改就叫改正 为什么要改正呢 就是错的地方 你统统要把它修改成正确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会有错误呢 所以是古人从三个方面来汇总 我们在三个方面可能会产生错误 就是身的方面 就是你身体的做作 有些事情你不该做 你做了 身体的做作 口说了不该说的话 说错话了 意就是动错念头了 想错了 念头错了 所以是古人简单的在修这个方面 强调的是修自己的身口意 修正自己身口意的错误 所以这是修 所以今天把它称为一种修行 注意啊 这个所说的修行也好 修炼也好 跟宗教的不是完全等同的 那么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中国在西方的 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传到中国 还有佛教传到中国之前 中国在横谷的时候是没有宗教的 没有宗教的 没有宗教的那么 维系着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 有那么大的凝聚力 团结力 那么是一种什么东西在凝聚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修炼文化 刚才说修就是修改自己的身口意 炼就是什么 提升自己的生命的能力 生命的综合能力 所以是那么 从天子你做一个国君 到一个国民 普通的一个人 你活一生都在为这两个字 在努力着 以便提升到自己最高的人格 达到一个圣贤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促成了中国 在老子时代 孔子时代 是没有宗教的 中国的这个道教的诞生 大概是东汉时期的张道林祖司 根据这个老子 根据皇帝 叫皇老 皇老的这个思想体系 皇老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实际上就是一个修和一个炼 这个在皇帝内经中 体显得特别的明显 皇帝内经是我们 炎皇子孙的皇帝 在他治理天下的同时 问道与他几个师父 关于修和炼的问题 提出了大量的问题 然后汇集而成的一个皇帝内经 那么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极大的特点 也就是说 在我们张道林祖司创立 这个道教之前 中国是没有宗教的 那么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宗教 都是从 包括伊斯兰教 也是从中东传入的 那么包括这个 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 都是从西方传入的 那么所以是这个 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所以是一个修炼文化 实际上从福西寺 大概福西寺里 我们今天八千年 一直传到老子时期 孔子时期 实际上传了五千年的时间 这五千年维系着 我们华夏民族 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 就是两个字 就是修炼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自天子一致与熟人 一事以修身为本 所以是那么 只有修和炼 那么才能提升 我们自己的 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 你追求高了 你不低俗了 那么你的智慧就开了 如果你追求低俗的 被物质的东西所障碍了 只是追求一些 眼耳鼻舌身的五种的欲望 甚至义的六种欲望 那么这种人 我们叫低级下流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太一样了 现在把它为了满足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亦的欲望 那么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么还把它当成什么 我们人间的楷模 模范 这是一种本模道子 所以在大学中说 一世以修身为本 也就像一个树的树干 树根 这是本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今年的人类呢 几乎整个人类都丢失了这个本 忘了这个根 那么你活一辈子 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人 你是有很多高楼大厦的人 那么最后 什么你可以带走 所以是如果不明了修炼 可以说你真的是白来人间一趟 所以是因为 无论你是多么尊贵的身份 实际上只有修加炼 才是你这一生所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所以是 那么我在整个提倡这个 真智慧系统的这个过程中 尤其特别强调修跟炼 那么只有修和炼 你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大人物 成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那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拥有真智慧的人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修炼的人 你以为自己有的智慧 实际都没有经过火的历练 都没有经过生活的检验 尤其是没有经过生跟死的检验 那么都是假的智慧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如果从梳立八千年的 福西文化到今天 我们更加看得很清楚 今天人丢失了人之半 丢失了这个生命进化 那么这个根本 不明白自己来到人世间 就是为了一个生命进化 实际上这个 现实我们大自然中很多的生命体 无论植物 动物 实际上它来到我们的人世 来到这个世界 也是为了生命的进化 比方说毛毛虫 买毛虫它来到人 来到这个世间 它干什么呢 所以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叫什么呢 就是要变成蝴蝶 所以一个毛毛虫很有钱 它也很有社会地位 它有很多房地产 美国也有 英国也有 中国也有 它每天忙着去 看护它的那个山林 看护它的土地 看护它的房地产 所以它没有时间去 把吃进去的叶子 化成一种透明的液体 最好好值丝 那么当季节来临的时候 那些只是一棵树上的叶子 就满足的毛毛虫 季节来了 它可以吐出丝 做成一个壳 然后进去这个壳中进行捏盘 然后最后化成蝴蝶 叫化蝶 但是这个天天忙的 没有时间去化成 自己的这个透明液体 没有时间去捏盘的 这些毛毛虫的季节来了 它吐不出磁烂 所以是不能完全化蝶 那么对这样的毛毛虫来讲 它叫夭折 因为它应该变成蝴蝶 它的使命就是化蝶 结果它要折了 所以虽然当时是很出名 但是当那些 跟它一起生存在这个世间的 毛毛虫都变成蝴蝶的时候 它是很悲哀的 它没有完成这一生的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一个毛毛虫都懂得进化 那么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 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进化 那你要想完成这个进化 所以你就必须通过修跟练 使自己完成一种化变 完成一种化变 但是怎么一个化变 所以正是体现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 我们这个系列的做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明白 那么经过修炼之后 我们进行了一个精神的提升 灵魂的提升 之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看完整个的修炼系列 应该会明白 我们进行了这些试炼系列 叫什么油 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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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